那我還有半個小時,我想要看看能不能夠把這個重複量數,就是相依樣本的這個部分給做一個介石 可以能夠做一個說明,因為它的份量也蠻多的 或者說我覺得原來電子數可能太輕忽它了 但是它是至少是我的實驗最常遇到的都是這種重複量數 我在重複量數講解給大家這個作業示範之前 我要先說明一下,你們可以注意到 電子書裡面的重複量數給的例子的資料格式 是這樣子,就是table12.12 然後這個資料它並沒有放在它的示範庫裡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它還是可以用 就是它這邊是研究的是另外一個問 它是研究 就是說六位 所謂的布羅卡斯語症 就是中複之後常有的 這你們如果有上生理心理學或認知心理學 應該有聽過這個 那就是說 那它這個是設定 虛擬說有六位這樣的患者 做了三種的作業 不一樣的作業 那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要說重複量數 就是說同一位受試者接受了三種以上 如果是體檢病 那就是相依體檢病在處理的 就是兩種不一樣的處置 那這裡是三種 因為有一個人做了三種作業 每個人都做了三種作業 好就是什麼那個測量它的說話啦 它的概念歸類功能 跟它的文法的理解度 我們就先假設是這樣 好 那然後你們注意看 我給你們的這個資料格式 長得跟十二點十二很不一樣對不對 我這個這裡我稍微差題介紹一下 十二點十 你們可以註記一下 我在電子書中的這個補充材料 有一個註記 就是在那個anova這裡 有一個註解 就在單因子電數分相 有一個長表單跟寬表單 十二點十二的那個格式叫做寬表單 就是說一個變相欄位 是一個讀變相的階層 做為一個變相欄位 那通常但是如果是像我給我給你們的這個示範檔案這個樣子 這個叫做長表單 長表單的特色是一個欄位是一個變相 當然這個變相可以是讀變相也可以是一變相 但重點是一個變相裡面的數值都集中在一個欄位 這是長表單 那許多其實你們上次做相依樣本T已經有碰過另外一個寬表單 但是相依樣本T那邊我也是用長表單 只是因為那時候只有做兩組比較看不大 在那時候講這個東西比較不容易說明 這我在這邊我才說明 那我最主要介紹這個 是因為很大部分的 特別是像問卷的平台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那個Google表單啊 都是它的那個資料的原始資料的輸出 都是像這種寬表單的形式 那如果是比較是像這種連續時間的紀錄實驗的軟體 記錄實驗的儀器或軟體 它的資料的記錄都是屬於這種長表單的形式 不過如果說是以那個 用那個線性模型做分析的觀點來看的話 都會是用長表單的形式 因為一個變相就是集中在一個欄位裡面 那數優數列我自己是覺得說看你習慣用什麼方法來處理 那因為我自己是比較喜歡自己寫程式碼來處理資料 那程式碼在處理這種統計方法它都是用那個回歸式去處理的 所以我是比較偏好用那個資料用長表單的格式 那站在可重置的觀點主要就是 你需要就是讓那個閱讀你的資料的讀者呢 能夠了解你的這個資料你是怎麼樣存的 這個比較重要 那它能夠重置出來 這個才是最大的觀點 那個最重要的地方 不過我們這裡我們先用這個長表單的格式 那你們用ANOVA的模組的時候 就是拿ANOVA的Repeated Majorments 這個模組做 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之後就得要用那個寬表單做 那就是你們就在照著電子數上面做就可以 那我們這裡先就透過回歸式去了解 然後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相依一樣重複量數的資料精簡很多 比起獨立樣膜 而且這裡都沒有什麼虛擬電像 那它的回歸式也很單純 因為就是它這裡的回歸式 就是很特別 它是一個 它是看起來像一個簡單回歸 但其實它的那個拮据不只一條 好我這邊的回歸式就是寫成這樣 因為它裡邊你可以看到 大家有時候注意到它的一變相 就只有一個這沒有問題 這沒有問題 但是Factus也就是變相有兩個 一個是這個研究請個案做的各種作業 另外一個是個案本身 那個案本身在這個回歸式中它算是拮据 這等於是它是一個多拮据的回歸式 因為你們應該已經有見識過 就是像多元回歸式多個變相 對不對 那但是它是多個結局 那這裡你們覺得這個散步圖要怎麼畫 會不會很好奇 我可以跟你們說 它的真正的散步圖 除非等到哪一天 我們能夠有那種立體顯示器才能真的畫出來 它的那個回歸式是立體是三圍的 就是說有多條線合成一個集合 因為一個受試者一個拮据 所以它比較好的表現方式應該是在三圍空間 所以就要等到 除非是要用一個可以畫立體圖的程式 或者是等到將來這個GEMOVI有那個立體顯示的螢幕 然後像這種像GEMOVI這樣的套裝軟體也能支援的時候 才有可能畫出真正的像這種像這種多個結局的回歸式 OK 好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那個回歸式的 如果說要看它的 嗯 好這邊比較沒有什麼補充 因為它那個平均值之間的差異就是跟 的狀況其實有跟 那個上一個那個獨立樣本的實驗也是差不多 那它的回歸式我就說明到這裡 那主要我們就我們就直接來看 它的那個R2 R2的構成比較特別喔 它這個也還是一樣是形3的sum of square 好 不過你們注意看喔它的R2的分子多了一個東西 Rtotal依然是這個sum of square 現在你們可以注意到它的sum of square多了一個participants對不對 這個是它還是有主間跟主內的sum of square 那它現在多了一個受試者的 受試者本身也是一個sum of square 所以你們可以看它的R2其實是這 首先是它是這兩個的組合 然後total的話是這全部嘛 就是所有的在加殘差 然後呢 它是那個task 主間的差異 跟受試者間的差異 好那這也是那個重複量數跟獨立樣本差的實驗設計 最大的一個趨離 就是重複量數或者說受試者內的設計 可以讓我們把受試者之間的個別差異 可以給獨立出處置造成的影響 好這個participant你們就當成說 他是那個每個每個參與這個實驗的受試者之間的個別差異 所造成的這個便利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個 所以這個 這裡它跟那個 這個重複量數或是受試者的實驗設計 跟這個獨立組設計 最大的區別就在於 它可以更 它對於這個 這個主間差異的估計 會更精確 因為它是把受試者之間的個別差異給 排除出來的 或者說分割出來的 好的 那我是有搭配 因為這個電子書它並沒有講到效果量 所以我就沒有問 作業我就沒有提到效果量 OK 好我們看一下那個 然後在這邊 我有一個要補充的呢 是這個 請注意看 這個回 這邊這個 這個 圖 那個電子書12.11的這個 這個GEMOVI它是用那個 重複量數ANOVA爆表跑出來 但是你們可以注意到 注意到他們有把那個 跑出了三套的ANOVA分析結果 那另外兩種是叫做校正 你們都把它這樣說 我們就叫做校正後的ANOVA分析 那雖然說它的校正 有沒有校正它的F值跟P值幾乎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們可以注意到那個回歸模型 線性回歸模型做出來的 是跟第一個沒有校正的這個 第一個沒有校正的這個 這個TASC跟RESIDURE的這個值是一致的 然後它沒有把那個participants的那個 這個SUMM2給列出來 但其實就是 就是說如果是 就我所知就是GEMOVI還有 甚至像SPSS很多的 這個套裝軟體 他們都不會去列出那個participants 就是他們的這個便衣術分析模組 不會去列出受試者或說參與者之間的那個SUMM2 他們只會列出像這種最關鍵的SUMM2跟F值出來 OK 這是做一個補充 就是這個是跟 因為這邊我們是看到了它 跟12.11 那其他兩種校正都叫做球形假設校正 那等一下談示範 談到那個試用條件的時候 我再說這個球形校正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說什麼時候要去做球形校正 好 那再來我們就看這個多重比較 的部分 多重比較 這邊沒有做嗎 好 我這注意到 等一下那個 這個這個作業的C小題算是我那個 多餘的 因為其實它的這個電子書 它並沒有做這個重複量數的多重比較 但其實只要是這種多組的 不管你是受試者兼獨立樣本 還是受試者內重複量數 你都可以做多重比較 好 這裡就做多重比較意義就是說 去看那個 特別是當 因為在這個裏面 它的這個原始的範例設計裡 這三種的這個作業呢 它並沒有要去看那個 並沒有說哪一個 哪一種作業是所謂的對照組 或是基準表現 所以它覺得說做多重比較沒有意義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說 像我們的那個 新時的我們在做的這個專案 有類似像那個基準線的設計 所以那個狀況下就需要 就可能要做那個多重比較 所以在這邊我有 我有去 用這個 順道做一個 介紹看看 還是什麼 12.12 我看一下 對 說錯了 它這邊也是有多重比較 12.12在這裡 它是用那個synthes 而且我剛剛那個 不要恍生了 有點說錯 它這邊也是有做多重比較 就是比較三種作業之間的差異 不過它這邊同樣 你們可以看 那個 它這裡也是一樣 就是說是因為那個 有這個用那個speech 作為那個對照組 好 那不過 欸我 那原來的時候 好 OK OK 它這邊是用那個synthes 我大概知道它為什麼會是這樣 嗯 它這邊這個樣 它這個樣子 是因為你們可以看這個 speech 就是說這個 task名稱的 排序 你看那個字母的順序 就是 它的那個 頭兩個字母的排序 如果以字母順序的話 是不是這個 concepture 是最前面 然後這個 speech 跟syntax 好 因為 第一個都是 s 但是 speech的這個p 比這個y 還要來的前面 所以它這個synthes 才比較了 才被當成那個 就是說是 墊背的 比較了兩次 好 然後在那個 回歸式 這邊 回歸式這邊 它就那個 不大一樣 它就變成是那個speech 擺成兩個 好 那 所以它的這個雖然不大一樣 但是它排的 你只要改變它的排列方式 有一個方式是你可以在那個 原來的 這個 這個task前面 加上一些編號 就可以去改 就可能可以改變 它那個比較的順序 好 不過它這個也是 呃 它一定就是說 原來就是說 它必定有一組 是對照的 然後它的那個p值 也沒有提供那個 校正的損像 哇 今天可能特別久一點 不過我們 OK 我們這個部分 還差一個那個 適用檢定假設 那適用條件的說明 就完全完成了